小琪哥 你小琪哥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我已經不是姊姊了 我是阿嬤 我是破阿嬤了 姊妹姊 這是很難得找小琪哥來上 我上次看到小琪的時候 都是那種大事情 我才能見得到他 今天在這現場是因為 他來宣傳他3月份的演唱會 我超感動的 我以為他就帶一個珍珠版 就是3月幾號 演唱會 你不知道嗎 3月16號 演唱會 不是耶 他帶了兩卡皮箱的收藏的飾品 都有故事我才帶來 有些沒有我再帶了 因為我把它留在收藏 像阿傑送我的項鍊 我捨不得帶了 因為有些時候演唱會 會有一些損耗 就是你以為送我太重了 會打到自己鼻子 跟打到牙齒 那個我就不會帶了 兩男到底認識多久都算過了嗎 最早是 我們是狗親家 對 我家的狗去 跟姓妹姊姊 當時她家的狗相親 結了親家之後 就常常要互相走親戚嘛 但是我第一隻養了馬爾基斯 然後從小秀喵喵 他交了第一個男朋友 對 我們家的狗比較粗暴 因為牠是獵犬 牠已經相親了六四了 牠都不喜歡 可是呢 牠看到牠們家的狗 那個男人味好重喔 你知道有一種狗味道特別重 牠喜歡這一味的耶 然後就是一個晚上 牠們就結婚了這樣 對 我家狗就當媽了 給我這樣 那小秀哥有想說 要找姓妹姊姊去演唱會嗎 有 上一次我就一直鼓勵姊姊出來 開演唱會 牠好幫我 牠好疼我這個姊姊 牠到處都給人家宣傳 我女兒我就會帶來姓梅 像乘風破浪的姊姊 而且我也推薦姓梅姊姊 我就說 成風破浪你不要 我已經不是姊姊了 我是阿嬤 我是破阿嬤了 你是姊姊了 資深姊姊 我等成風破阿嬤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姓梅姊是當時那個 劃時代的那種動感女王 我也在想說 哪一次我可以邀請姓梅姊去跟我尋找 然後我最難忘的就是在上海 你上錯車啦 這邊很誇張 愛她的人你要知道 特別熱情 她的保鏢大概二三十個人圍著她 小秀哥 小秀哥 趕快上車 趕快上車 因為那個都是一車的遊覽車來看她的 結果他們把她推錯車 然後推上去 小心歌迷先上 然後門一關 開手開手 然後所有的人就默默地從那個車子 喘出來說 她上到歌迷的車 其實 喔那個 笑死我 那個是有一個演唱會的出口 然後呢 因為所有歌迷都圍上來才想看到我 因為裡面客滿了 但是外面好多人都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他們坐在外面 我的保鏢就手勾手 弄了一個好像摩西開河 然後他說 沒事沒事 騎個我們頂得住 然後你從中間穿過去 我就一下車一開始 然後人就擠 然後那個籠就開始搖擺 擺著擺著擺到後面那部車去了 我就被推上車 然後說快走快走 我一看 欸 司機我不認識 然後我的寶貝人也都沒上車 我說你們是誰 他說我們是 我們是 我們是家人 誰是誰 我們是家人 他們是工作人員的朋友 要跟我們去慶祝公園 他也不知道去哪裡 他就先開走 我也沒帶手機 然後所有寶貝都一直在跑來追我 等等這個很好笑 太多人太熱情了 有些時候會有一些混亂 但是還好是都大拼 因為我很怕大家推擠 受傷跌倒 所以有些時候 我都盡量讓他們把 那個秩序安排好 但是還是有一些突發狀況 因為他有很滑稽的人生 可是我覺得 他現在貴為天王了 然後他還是沒有忘記 田中佳的 創親 還有他老婆的 爸媽 好照顧 包括我的爸媽 每一個人的生日 他都知道 他人沒有到 他理會到 或者是一個Message也會到 這樣 我很感動 謝謝啦 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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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